在這個世上,有很多你永遠不會想得明白的事 但是不用怕 因為它就是專門為人解決難題的 神探阿花 而我這次接受的委託就是調查我眼前 這個沒什麼不懂做功夫的原因 但是,我真的抓了頭 咦,晴晴,姐姐之前不是教過你這個字 不是這樣寫 怎麼又寫錯了? 那你記不記得魔術詩三個字怎麼寫 記得 可不可以寫給我看 哎呀晴晴,為何你又在畫公仔? 你看你連魔字都寫錯了 你已經少一個了 阿花 阿花 你查成怎樣? 其實剛才我已經觀察了晴晴很久 我說要晴晴 Johnson 不是吧? 你有沒有發現晴晴 偶爾喜歡寫個鬼字 貼著有鬼畫圖 還寫一些古靈精怪的公仔 所謂捉鬼夠快,不用安息禮拜 這些就是上次和潮州神網急客人贏回你的聖水 只要一下子淋下去 喂…你想怎樣? 你冷靜點,我想試試 你冷靜點 你試試 走 晴晴媽媽 咦?你們家裡的門鐘聲這麼有趣 可惡 可惡 對了,話說陳老師,你為何突然上來 看來晴晴有沒有將家訪會跳你 其實我這次上來做家訪的目的 是我懷疑晴晴有可能是… 掌邪,一定是掌邪 請問你是… 我是誰不重要 我想看晴晴的狀況已經不輕 我懷疑晴晴是患有專注力不足和讀寫障礙 晴晴,這個字怎麼讀呢? 乾姐 那這個呢? 乾姐 讓我解釋一下給你們聽 其實晴晴有機會是患有專注力不足和讀寫障礙的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她們的徵狀主要是有經常不專心聆聽其他人說話 容易分心和不留意細節等等 至於讀寫障礙就大致可以理解為患者對文字出現閱讀和書寫的困難 她們一般會相較其他人用而混淆相似的文字和單詞 那又不用那麼擔心的 根據我的專業知識呢? 晴晴,今次試用泥膠砌魔術師的獅子給老師看 咦?晴晴的獅子好像不是這樣寫的 獅子是左右反過來的 你現在看到嗎? 那你可不可以再寫一次給老師看看 學生學童 其實SEN學童在香港亦很常見 有機會伴隨其他特殊學習障礙 但只要用適當的學習方法發掘到他們的潛能 小朋友的未來亦有很好的發展 但最重要的都是要改變自己 自己? 小朋友的特殊學習需要不代表他們比其他人差 作為一般人的我們 一定要學會從他們的角度出發 明白到他們跟一般小朋友不同 要體諒他們 以及更耐心地跟他們相處 不過,話說回來 到底你是誰? 我是神探阿花 情請驗色總功夫案總選 COLSPA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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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